为什么三代蜘蛛侠里 唯有恶霸马奎尔才能成为经典 在油管上有一项投票 那就是选出你心中最好的蜘蛛侠 结果托比毫无悬念地拿下第一 脸超加菲和荷兰地板 但你并不知道 其实蜘蛛侠的第一人选从来就不是托比 在拍摄蜘蛛侠一时 由于索尼一贯的选角风格 都是偏向小丑西斯莱姐那种 因此从一开始制片方就将托比给pass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拍摄超凡蜘蛛侠时会选择加菲 要不是导演山姆雷你历见托比 为此不惜与金主爸爸僵持数月之久 恐怕也没有日后那经典的蜘蛛侠了 除此之外 托比马奎尔作为知名导演李安的爱讲 曾经荧幕上的表现都是以柔弱著称 因此在片方公布蜘蛛侠男主名称时 着实让整个好莱坞都惊掉了下巴 而马奎尔也不负众望 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一举风神 当然他之所以能让所有人喜欢 其实是因为托比版的蜘蛛侠更贴近生活 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屌丝到成为超级英雄 这不就是平民逆袭的最佳模板吗 曾经的他落魄到连房租都交不起 黑化后也只敢让老板升职加薪 真是资本家看了都流泪 而他也是唯一一个能与李老爷子成为朋友的蜘蛛侠 试问就连老爷子和观众都认可的蜘蛛侠 又有谁能不爱呢